我們有施工現場的會刊 這個是屬於施工中的一個會刊的紀錄 這個就是整個韓國人跟參與的人員 包括各單位還有委員的參與 下一頁 接下來是辦公室的施工紀錄 這個就是我們比較特別的 包括牆面的鋼板跟鋼梁的骨牆 還有一些就是我們做的一些底氣的一個模厚的一個檢測 下一頁 那這邊就是 舉列舉比較 這個typical的部分 走廊裂縫的一個修復 下一頁 另外就是斜紋地穿的部分 那這個是由匠師 直接在現場做修復的方式 因為這個材料已經沒辦法取的 下一頁 這個是壘巷外巷的部分 辦公室的施工紀錄 下一頁 接下來就是施工 自焰工廠的現場的對戰 這個是施工中的一個現場對戰 做了六次 那我們就把每項都做了一個紀錄 這個是東向二樓的走廊 所做的一個模式的地形的修復 下一頁 下頁 下頁 這個是二樓走廊牆面 裂縫的修復 下一頁 南向展場的平頂 天花板 天花板是阿西樓板 這個也是有裂縫 我們是用灌出的方式 我們是用灌出的方式 灌壓灌出的方式來修復 下頁 窗帆的滲水也是我們修復的一個項目 下頁 小山堂來講 我們就是室內疆面 也是有一些裂縫 做修復 下頁 那屋頂的話 因為屋頂在這個使用單位的來講 他們有發現一些漏水 漏水的是比較不好處理 所以我們就是把整個屋瓦 因為它是水泥瓦 所以它是一定有一個連線壽滅的 那我們就防水重做 然後屋瓦可以用的拿來用 因為我們就用虛瓦片來重做 謝謝 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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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是巴陸庫花園 巴陸庫花園就是 包括剛剛的那個花台的那個 就是圓石的那個烈泡修復 還有這個外長也算是 這位外長也算是巴陸庫花園的公項裡面 所以也是在這邊不呈現 下頁 陸庫花園我會講 我們這一段就是有 比較多的這個 醫師的相關的這個 援助 還有這個 那我們就有的重做 做修復的方式來處理 那施工後來講 就是說我們現在體裂的是 晚工的會堪的 跟缺失改善的紀錄 那紅色的部分就是我們會堪 那後續有一些 再修站再修站的部分 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這個保護期 保護期 我們現在是說跟委員報告 這個整個 因為整個修復工期很冗長 從郭洞房一開始修 開工日在104年的10月1號 完工日大概 最終完工日大概107年的7月4號 那整個這個維修為止 有的已經完工了大概 兩三年三四年的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提的一個方式 就是所謂的保護期我們希望是 能夠從這個我們現在的 公共報告室的審查 這個是107年的8月9號 那包括這個整個中焉 整個修復範圍的一個完工驗收 也是在8月9號 那我們以這個來起算 一年來當作我們的一個保護期 那可以回推到說 原先已經在現場已經有完工的部分 其實已經都開始在做這個保護了 所以有的 等於是說每個建屋的保護連線 會有一些差異點 那我們就統一就是一年為限這樣 OK 下一點 好 請報完畢 謝謝 好 還有一個老師 你還有什麼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遠熊 因為遠熊的工地 我們也會有一些地下水抽出的事情 但是我們旁邊其實有一個 生態值受的影響非常大 所以導致我們的地下池的水溫 生態池的水溫很難保持 所以他詢問就是說你們可不可 把你的地下水抽取出來之後 可以有一些聯絡的進行一些關道 可以引到我們這個生態池這樣挖 等一下這個生態池 可以有些固定水溫可以補助 因為這生態池不僅是關系到我們這邊的生態池的運作 還關系到這麼多 每天這麼多 會去那邊有些居民的這些感受 所以是不是可以寫一遍 我們回去做一下這個演繹 其實有關你們現在修補的工程也完成了 但是到底這個建設要到什麼時候 剛剛你們的簡報說是要到你們大學院的網路 然後在這個非資料裡面寫冰冰寫的期限 我們個人的看法 所以說一個土壤已經擾動以後 它這個呈現並不是說短時間它就停止了 它這個時期一直有這個前列 所以我是建議你們那些監測的儀器暫時先不要測出 那到什麼時候為止呢 到你這個監測的數值 在一段時間持續穩定的話 你就可以測出 如果它持續在變化 那表示說它的呈現量持續還在 所以你就不能夠測出 因為你有呈現的話 它就會造成一些裂紋的一些 如果說你這個 它是監測的結果 它幾年下來持續都是穩定狀態 那你測出很容易 所以這個問題你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走一走 那我輸入了 我還是很成功一個鄰居 所以這個工地在一百年他們開始 這話要做個大驅待 然後一百年兩年開始的時候 大概就每天有空就上去 這個修復的工程呢 我在這裡真的要謝謝你雄公司 基站公司 對我們這個松恩5G 遇見的這個部分的我們希望 真的是很用心的在考慮 這一點真的要邀請他們考慮的環境 那有一些小問題 就是說今天這個修復報告 其實應該算是我們第二個階段 因為在104年之前 你這個計算是104年開始 104年之前也有一份這個環境的報告 就包括了水池 剛剛我們局長提到的 那個松恩水池的那個施工以後 為什麼水會一直降低的這樣的離青 那後來也經過這個伯伯公司 就是在調查 確實跟遠雄那邊的水路是沒有關係的 那當然後來我們我記得這個基金會呢 他也定期的有找消防局來 用消防車來灌注 來補助 所以但是後來呢 就因為我們這個周邊的這個排水系統 包括大蝦門做改善以後 也有的這個基隆爾過來的這個 有工具的分支 大概都做了一個階段的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的松恩的水池呢 這個已經沒有一個補助的一個來源 那有的話也是很少 所以呢變成要跟局長講沒有錯 那其實我們在我印象中 102年的時候 為了這個水池的事 那野球也有答應 就是說在巨戰完工以後呢 你們那些中水處理的 那些水會供給我們這一個 中間這個所謂警官池的這樣一個來源 所以這個是在這裡做一個補充 我所了解我所欺異的東西 那但是目前呢 這個真的是水會每天都在下去 那今天早上10點了 也為了這個水池的這個警官池的問題 要開會 那我沒有辦法去參加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大物理 那另外從這個修復的工作 工作報告書裡面 其實有兩件事 我想是不是也做一個欺負 補充一下 第一個就是 我們無謂自己花了大幾個錢 去修那個整個園區的物理 那因為當初東西 像大雷鳳發生以後呢 遠雄也會緊張 我們大家都會緊張 總算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但是呢 屋頂的裂縫一直都沒有 而是文化給自己花了兩千多萬 去把它加一個鐵 加一個鐵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說 在未來如果說屋頂有些什麼樣的 損害有過大的現象的時候 如果麻煩在這個公眾畫廊室裡面呢 你會加住 這個部分要連串 是不是跟我們這個東西 像大雷鳳有沒有關係 如果有的話 這個部分還是要麻煩 遠雄這邊呢 持續地幫我們解決 那第二個呢 就淹宗的這個工程 這個工程 這個西南角的那個灌漿 大量的俗語呢 總算把我們這個神線的問題 我們工地的責任的問題 造成工地漢大雷的問題 都把它解決下來 我想這個是 我們期待的在燕中的請結 過程中 可能也要再持續地觀察 因為目前是回到最早 九十八年的時候 遠雄也有請公衛做一個現況鑑定 那個時候很請結業 一個九十八會 他現在是已經更好的 大概差不多一百多元 一百零一分之一 所以已經是非常的扶正 但是呢 他實際上 因為遠雄還沒完工 還沒進工 所以也是一樣 剛剛薛老師也知道了 我是覺得你們解報寫的 叫使用執照寫得 但是執照寫得 我們這個工程重量還在持續的發生 就是它那個軟弱的淚土層 它沒有辦法即使的去穩定 而且你這麼大的一個重量 為了加了那麼多的這些軟弗機器 軟弗機器 這個需要設定 那個重量對我們這個軟弗的呈現 還是會有一點持續的影響 所以我這裡建議 是不是能夠 拜託員 持續的冠軍的話 就是說 只用圖照寫得鋒一點 麻煩你們繼續接車 就說一點而已 那那個比較久的 就是你們這邊有一個叫做 駿公墨的官場 我覺得駿公墨的官場應該駿公墨好處 因為處理結構在我們公路工程 現在的保育呢 都是兩年 你這邊呢 起了是只有一年 所以是不是就比照我們一般公路工程 因為我們保育兩年的時間 所以針對這個報告 我提到個人媒體介紹 共參考 謝謝 好 其他委員 補牌 補牌 剛剛局長有提到生態石灰漏水 最近接到收音總監的電話 他說 巴洛克發源的發台雖然修過了 可是因為不曉得為什麼他沒有排水孔 所以他會積水 會滑 所以你的民眾有時候會跌倒 但這個問題或許不完全是免熟的問題 但是不曉得有沒有可能在這個過程裡面 能夠協助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那否則 因為他現在圍起來幾乎是水排不出去 所以常常就會積水 積水就會生氣才會滑 那可能會對遊客會有一些安全的顧慮 以上 其他委員 作者の質疑大部分 這個問題遠方的簡單 怎麼樣 沒有 我們就直接下請問 那個 剛才提到的生態池 是不是能夠未來這個 風水的觸模 我想這個我們把它列入這個結論 建議書的原則 未來細節要去確認 主席 我先幫忙回答一下 那工作報告書的部分 這幾年下來其實 確實有很多細節都做到 所以應該工作報告書的部分 原則是會請大會這邊可以同意 第二個就是 監測 是不是今天可以結論 就是要增加到一年的部分 第三個是 包括屋頂 煙囪還有水池 我建議先由文化局來這邊 來做一個修復在利用計劃 離清責這樣 因為這三方面的責任 一直都沒有離清 對 這個道理是誰的對錯比較多 可能這個結論出來 還是請遠雄保留應該負責任的部分 如果將來修復在利用計劃出來 確實有遠雄的責任 也請遠雄要繼續負責 然後另外是保固期兩年的部分 這個遠雄要表達意見 剛剛你們都不回應 這個部分還是要麻煩你們回應 大概做這幾點分析 三方就是松菸的 哪一開始 還有文化局 文化局 文化局 當初在修的時候 一開始修的時候 是不是就已經有問題 那如果當時在還沒有修之前 就已經譬如有煙中警戒 那可能就不能算是遠雄的 那如果去計算後是遠雄 因為發生這個大巨蛋 導致那個煙囪情緒度 情距增加的話 在不合理範圍之內 其實就應該回到眼前去 這個有一些細節 還是要科學的證據去解釋 譬如說到底這個水池的漏水 是因為遠雄抽了地下水嗎 其實大家都不太清楚 那這個部分應該在下一期的修復在利用 還有那個屋頂 現在是做了一個鐵棚 把它遮起來 所以不會漏水 但是鐵棚拆掉可能還是會漏 那鐵棚變成永遠不能拆 那那個東西像大裂縫 跟這個屋頂漏水到底有沒有關係 其實這個要理解 所以我們要做那個修復在利用計劃 文化局做 大概有多久了 差不多要一年 一年 那這些當然建議的事項就可以割了 要保留到一年之後 那就割了一年 那這個東西就把它們 好來 這個 這樣的話就是說 我們還是做這些建議 剛才這個田副局長講的這些修復在利用計劃 如果真的是文化局該做的話 那一年應該還是要盡量去鎖斷 因為現在問題都擺了 那在這個修復在利用計劃 那這個粗魯理清大家來分擔合作之前 還是按照剛才委員的這些建議 就給袁兄寄點 第一個就是說 監測的這個系統 還是要去持續的去做監測 到這個數據穩定以後 才能夠去撤除 那麼生態池 袁兄來評估一下 那就是說階段性把它當作是尊勤募理也好 那基本上建議就是說 如果說剛才能夠講到 這個中水或其他方面 收水的人來做補助的話 我想雷兄應該也不會是反對 你現在事工階段 做這些事情應該也不是太難 好不好 那這個煙囪的這個服證 還是要能夠持續的去做觀察 那無損於他代表的這個報告會很多 那最後就是說 剛才講的小事情 那個巴洛克花臺的這個排水口 會讓這個做點這個協助 把它進去一下 這對整個大公司理案的大事 所以這有點就是說 跳脫這個規定 那麼最後就是說 他在這個遲造的這個 這個核發的之前 應該按照這個 林選的這些相關的規定 這樣做一個補助的話 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就是說 這個竣工以後 這個竣工的保護期 還是按照這個合約來做 現在我們下個結論 我建議他兩年也沒用 你行現在合約是保護什麼 有保護期嗎 如果沒有合約沒有暫停 我們會要求這樣 這個這個屬於裝潢通常應該 不是兩年應該一年 我對人家已經 你們去釐清一下合約 就是說你們如果 別人家有訂合約 我們這邊去要求強大加進 還好 來跟你說 如果合約上沒有 你這個明確的政變 那你就當作今天文資審查 做了具體的建議叫做 我做點小巧補充 因為剛剛有很多意見 其實他的本是蠻有爭議的 我沒有要爭辯也沒有要抗辯 我是做點小理性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抽水去補合法治的部分 有就沒有在抽水 我知道 那個是請你們協助 沒有水井的問題 沒有水井 剛剛講的是說 如果說有抽出來的水 就沒有抽水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也沒水源對不對 那個沒有 未來如果有中水的這個來源的話 不會 不會 就是遠從施工不會抽水 不是 未來 未來如果有影韻 他剛剛講的中水是未來影韻的 誰提的中水 中水是未來影韻的 可是這是生態池 生態池的話 一般的水會不會壞進去 乾淨 差不多的水是聚合 所以我說這部分 可能要再另外一個研議 今天大概很難有結論 我直接提一下說 工地沒有在抽水 至於說 剛剛說監測穩定 張老師建議說 在死到後一年 這個也同可以答應 沒有問題 至於說 屋頂裂縫那個東西 其實有一些訴訟 那個其實真意蠻大的